维基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发言人向当地媒体透露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赵云松 周一被捕 如果被定罪 赵云松将面临最高五年的刑期 根据维基尼亚州法律 外国人不得拥有枪支 该校学生批评校方没有就证明留学生被捕一事发出警报 此次事件让人们回想起2007年在维基尼亚理工大学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但该校校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不存在切实的威胁 学生理应得知此类事件发生 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 我们需要更多监管措施 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因为这可能已经是第二次了 赵云松的律师表示 他的委托人从未制造任何威胁 也从未对维基尼亚理工大学的社区造成任何危险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